昨天在新竹縣的新埔包中廷 易明廟就舉辦了春季大典 特別邀請到了誰啊 就是總統蔡英文擔任主紀人 那除此之外現場是這個縣長楊文科 他們也有陪繼 那包含的是易明廟的董事長林光華 他是什麼樣的角色 他其實是一位民進黨的大佬 那麼他就是為了要設置易明廟 客家文化園區請命 就特別來到這邊 但是呢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 哇 直接開場蔡英文耶 他又說了 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全台北全軍覆沒 立委選舉桃竹苗全軍覆沒 人民無感 到底為什麼呀 只見呢 蔡英文表情非常的神色凝重 但是呢 他講得出來的知道什麼呢 過去八年呢 我曾經參加很多客家活動 一名信仰展現出來對家長的鐘 對鄉親手足的義 強調精神就是團結 過去幾年透過大家團結打拼 台灣才能克服疫情的挑戰 讓經濟持續穩健發展 可是對於呢 台灣人民現在最關心的議題 他有去掌握到嗎 恐怕是沒有喔 包含是2020年喔 在民進黨大選呢 幾乎潰敗 政治版圖呢 整個退到了北港西 好 2026呢 剛好是很多的藍營縣市首長 任滿交棒旗 新北啦 台中啦 過去比較偏綠的 像是嘉義社啦 圓林宜蘭 指標選區 好 要拼什麼 藍天換綠地 這是他們 好 現在呢 如果說能夠做到 或者說呢 過去的要檢討改進 恐怕現在民進黨要檢討改進的 恐怕是更多更多 就連民進黨的大佬 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開嗆蔡英文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當年柯委會成立啊 絕對是為了文化為主啊 不是為了雞毛蒜皮的 鄉政級的創生啊 什麼 哪一個小鼓柱啦 這樣子 而維持下來的 那 可以在 憲事黨選舉 讓民進黨 北台灣全軍覆沒 立委選舉 桃竹苗全軍覆沒 人民無感 為什麼 好 你也可以解讀說 愛之聲責之切啦 但是呢 這個 現在 民進黨執政 這八年下來 大家的感受是什麼 你看到了 這個網友的回應 包含說 蔡女士啊 麻煩 看看台灣的食安啊 最近事件真的是 層出不窮 還有的唯一有感 就是說這幾年物價 真的是漲得非常快速呢 任期呢 就要拜拜囉 有差嗎 確實啦 蔡英文也講過這句話嘛 就是520之後 不該她的事了 這個呢 大佬林光華 你又做了什麼呢 有人覺得說 他是出一張嘴啦 好啦 那更關鍵的是 這個就很諷刺了啦 中藝對這些人而言 究竟是何物啊 多少機帶了沒啊 沒有讀稿機 恐怕呢 蔡英文是不會回答了啊 好 這些呢 都是網路上 這個網友很直接的反應 我們同樣持續的請教 大謙歌 大謙歌剛剛看到這一段 就是說連民進黨大勞 都已經看不下去了啦 跳出來講了這一段話 確實這個是 我想大家看了 應該是蠻認同的 就是說確實啊 這民進黨執政 讓我們真的太無感了啊 然後呢 這個電價漲 也是這個各種荒唐的情況 非常的離譜的情況 一直出來什麼 經濟部幫你算價格啦 算這個半夜烤麵包啦 這些呢莫名其妙的情況 然後呢最近吃 大家也是吃的都很不安心 就是說 全台灣這個內憂外患 真的是沒在停的 然後呢 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就好像看不見 就好像是敬會帝 就完全看不見人民的苦啊 這也難怪民進黨大佬 這一次要跳出來這樣子 直接公開指責 對嗎 我看到這個電視牆上 這個所提到的 蔡英文談話的內容 我看了就想笑了 就是忠義這兩個字 民進黨有資格講嗎 蔡英文這群人有資格 在逸民廟講忠跟義這兩個字嗎 民進黨對中華民國有敬忠嗎 民進黨執政這些年來 處心機率的就是要消滅這個國家 拿這個國家的薪水 當這個國家的官 想這個國家的福利 最後要消滅這個國家 這到底是哪門子的忠 忠到底在哪裡啊 連忠都沒有還敢進義民廟嗎 那更不要講義了 對朋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有講到義嗎 林光華是民進黨早期的創黨的元老 大家看看民進黨早期創黨元老 還剩下誰留在民進黨內 其他的人都被趕走了 都被後來的這一群 對台灣民主沒有任何貢獻 就是揪戰雀巢的這一群政治人物 包含蔡英文 通通把他們都趕走了 呂秀蓮還在嗎 許信良還在嗎 當時的施明德還在嗎 民進黨一大堆創黨的元老都去哪了呢 都被這群揪戰雀巢的人趕走了 大家看看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這些政治新貴的嘴臉 他們對原先的創黨元老有講到義嗎 沒有這些創黨元老的開創 會有今天的他們嗎 沒有今天這些創黨元老的提拔 會有現在這群人吃香喝辣的嗎 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 所以對國家沒有忠 對朋友沒有義的人 難道進義民廟不怕天打雷劈嗎 坐在那裡不會坐立難安嗎 還有什麼資格還有什麼臉面在那裡去講忠跟義呢 那林光華其實過去這些年來 在很多場合裡頭對民進黨都有提出一些見言 很直率很坦白的見言 只是民進黨都沒聽進去 那麼也許在今天的新聞是因為有媒體報導了 大家才關注到了 所以林光華不是忽然之間講這些事情的 他在過去這段時間在各種場合 他都有過類似的發言 可是民進黨曾幾何時在意過了 民進黨如果真的在意了 他們22年也不會大敗 他們24年也不會大敗了 但是現在民進黨就吃定了一件事嘛 他就吃定台灣未來三分天下 只要藍白不合 只要藍白這個各自鼎立 那麼他們就可以繼續以很些微的 相對多數 40%不到的選票 繼續在總統府裡頭這個作用全力 繼續吃香喝啦 繼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了 這是民進黨的算盤 所以他們之所以現在為所欲為有恃無恐 不就是如此嗎 因為在野力量的分裂吧 如果今天我不想讓民進黨再這樣下去 不是靠幾個人出來講講話的 民進黨這些人臉皮厚到比城牆鐵壁都厚 他們才不會在乎誰在他面前講了什麼話 你想想看連在藝民廟都還可以蔡英文都可以這個 這個臉不紅氣不喘的來講忠義兩制了 他們還在乎什麼 他們還在乎什麼臉面 你要讓他們會痛 不是靠罵的 你要讓他們會痛 就是要讓他們下台 讓他們把他們下架 把他們拉下來 而要拉下來只有一種辦法 就是所有的在野勢力必須要放下 過去這段時間彼此的不爽不滿 彼此看不順眼 這些莫名其妙的情緒 應該要先搞清楚我們的首要目標 我們的頭號敵人是民進黨 只有團結才能夠下架民進黨 只有下架民進黨 才能夠改變台灣現在政壇 所充斥的這一群不忠不義的 這區政治敗類所帶來的亂象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 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seal feel good